Feedle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哈囉 我們今天來到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來開啟這個 台中雲端桑旅 當我們來的時候 發生了一陣很亂 就是大家同時大概四五台車道 然後他們的停車場是比較狹小的 它是讓汽車直接坐電梯到地下室 然後那駕駛可以再從地下室坐電梯回來 其實網路上很多人這樣說就是 來這邊可能會沒有位置啊 然後會排隊排很久啊 然後服務人員搞事搞半天啊 可是我們的狀況還好耶 其實我們是剛好有位置 像我們剛剛那個服務人員來的時候 他其實排線的蠻快的 但他比較可惜 其實他沒有分清楚大家的先後順序 所以其實大家有點見仙虹虹的狀態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訂的這間飯店最大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下次想 不是 在台中要找到一間就 停車場的商旅或是飯店 還是旅館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台中大部分的這些旅館 其實他們都是給你一個停車費呢 補助上限 我要講一個最大的重點來囉 各位聽好了喔 這一間商旅啊 裡面有這個 自主把供應到晚上10點 一樓大廳有那個洗衣服跟烘衣服的 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大家真的是帶各位看一下 然後跟那個早餐用餐的環境 然後他還有那個公共區域三台電腦可以使用 那我們先帶各位看一下我們有機的房型 好這邊是那個大門總進來的地方 他在門口後面貼了三個很強力的磁鐵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連續住兩三天的飯店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撕下來 比如說我覺得他不需要 然後你就可以還貼在外面的門 像這樣子 一般都是掛在那個門把上 對一般是掛在門把上 一進來之後 按鍵在這裡 然後整個是蠻科技感 就是這個按鈕 是蠻舒服的 你可以按請勿打擾 請清潔 然後在這邊走進來之後呢 這邊打開來他有一個衣櫃 然後打開來他有一個燈條 所以晚上可能大家還是在睡覺 然後你真的要偷偷摸摸出去 健身房之類的 很OK 然後他下面有這種皮質的 也有這種免洗的 下一個地方 然後現在那個梁寶在看電視 然後我很喜歡這邊有一個那個沙發 因為可能我們家沒沙發 所以我超愛沙發 然後一個人可以躺在這裡 這樣子 還有你拍他 他坐的這張椅子是給人家辦公佔用的 舒服嗎 舒服 舒服 而且他會搖 他說而且他會搖 有沒有聽到 然後呢這裡啊 他有一個紅色 220伏特的插頭 滿特別 然後這邊還有 24小時的按摩服務 然後還有Tower 這裡這裡 24小時 我發現台中很多這個 爸爸我覺得我今天有點需要 然後呢在走過來的時候 你看他們的按鍵 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容易壞好不好 可是每個地方都是流氓區嗎 好啦 是 然後走進來之後呢 他就不知抽大台了 酷喔 我很喜歡 晚上來試試看 然後兩個杯子 然後呢牙刷這些 然後我覺得很妙的是 他的馬桶在門後面 你看我今天坐在這邊 然後呢可能人家打開 就是情侶來的話 拜託小心開門 他應該要把馬桶怎麼樣 馬桶要轉向 轉這邊對不對 對對對 嗯 有道理 沒錯 然後呢走進來之後 就是乾濕分離 這個我覺得很棒 而且他很棒的是 乾濕分離的玻璃好乾淨喔 沒有乾淨的啊 他不是我們家對不對 對啦 我們家 然後發生什麼事 我們家那個玻璃是已經變成 霧面 裡面人家洗澡是看不進去的 我們在日本是這樣 也是這麼乾淨 後來變霧面 然後浴缸很棒很大 兩寶已經決定 他們晚上要在那邊玩了 毛巾在下面 其實我們房間就這樣欸 大家沒有接受到 放我們樓下 啊對 就是兩個杯子 然後呢飲料這些 因為他飲料 他大廳已經有給一些免費的 然後你可以在樓下使用 然後他下面有一個冰箱 他很貼心的是 就是裡面已經幫我們冰了一罐水 然後另外一罐水 是幫我們放在桌上 好啦 那我們帶大家去大廳 GOGOGO 我們要去一樓洗衣服 順便去買晚餐 先去櫃檯買那個洗衣服 一包是二十塊 一樓 謝謝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問他 我怎麼會買他 這也是 等一下可以問他 他這邊有三台電腦 可以讓大家洗 對啊 好 這是空間的 這不用錢 只要去櫃檯買二十塊 一包這十一份就可以使用 這也是成龍包 為什麼找這間飯店的原因 剛好我們今天在那個吃趕上 那邊有完洗 所以衣服都是濕的 媽媽拿一個就開四個 他不用錢 超級貼心 按這一個 直接按這個 跟我們家一樣 對 跟我們家的一隻一樣 我要看 那我們就可以去買晚餐 然後我想問一下 他能不能在那邊吃 說不定我們吃完飯他就洗好了 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是什麼 紅豆湯 請問一下這附近有推薦吃什麼嗎 請問一下這附近有推薦吃什麼嗎 最新的是中華路一件事 出去又講 然後過兩處 等到你等一等 對 如果要吃的革命那個 我們是想買回來吃 對 謝謝 出門了 出門了 大概要等多久 15分鐘 然後我們今天住的就是這一間 雲端商旅 出來就是 發現台中這邊的飯店啊 馬路一出來就是夜市 像我們上次住的那間叫做 草霧道 草霧道出來就是 秦美商圈 然後第二間就是 博斯文旅 出來就是 忠孝夜市 然後我們今天住的這一間 雲端商旅呢 出來就是 中華路夜市 而且我覺得它這裡吃的東西 重複性滿高的 有沒有觀眾可以推薦一下 這個中華路上 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美食 下次我們來的時候 可以再來吃一下 這個中華路的夜市好爽 其實就少少的幾攤這樣子 沒有到很多的美食 不過我覺得這間飯店最棒的就是 它可以在那個飯店裡面吃 在那個飯店的大廳裡面 看一下我們今天晚餐 你買這一碗多少去 150 裡面料很多 兩隻大蝦 可是我覺得飯好像沒有來吃 對 飯都在下面 而且它是這種比較台式的 飯湯分離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還買了 剛剛有飯店人員推薦的 隔壁的那個燒烤 這是飯店裡面的 蜘蛛吧 爆米花 它還有cooling嗎 然後成爐霸今天吃的是 烏龍麵 那我們就吃完飯了 我們再來去拿衣服 然後衣服 那我們就明天見 各位早安 今天是我們今天早上 現在該也是快八點鐘 我們要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呢 我們等一下還有另外行程要走 吃早餐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最後的分享跟總結 謝謝 掰掰 我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早餐 我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早餐 今天成爐霸應該是幾乎每一樣都有夾到 有青菜 滷肉飯 饅頭 雞塊 還有甜不辣 然後還有雞肉 貢丸 然後還有火腿跟熱狗 不知道是熱狗還是德式槍場 還有炒米粉 還有蒸蛋 然後媽媽有夾了一些可頌 我這邊就是租蒸菜沙拉 我這邊還有一個涼拌菜 然後媽媽今天吃的是西飯 西飯配蒸飯真的是絕配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早餐了 還不錯 完食 剛才幾乎每一樣菜都夾到 你有每一樣都夾到 沒有 我只有吃我想吃的 好 沒關係 簡單講就是中式西式都有 我覺得它的早餐算是中規中矩 而且說實在蠻豐盛的 我覺得早餐的不可以 好 因為我剛剛吃的是西飯 然後它還多了海帶的涼拌菜 然後涼拌是牛棒 這樣是我還蠻開心的 它的那個麵包啊 它有三種麵包 蠻意外的 小孩子喜歡吃那個法式切片 我都蠻新鮮的 不會是那種范圍的 可算不錯 就是跟那個Casco合同 超級像 我有嚴重懷疑 它是從Casco的麵包來的 那飲料的部分就是 牛奶 紅茶 蔓越米 咖啡 奶茶 但是它咖啡機沒有拿出 它咖啡只有黑美式 然後昨天 白眉媽說那個浴室啊 它是洗目合一耶 然後那另外一個白色的那一個 它其實是潤漆露 然後那我昨天 一集完它是洗髮精 我以為是一瓶洗髮精 一瓶不易 然後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有浴缸這些事情 它浴缸它有一個開關 按下去然後就會有那個泡泡 它下面會打那個氣泡沙 然後兩寶鐘又玩得超開心 整體 我給它補加濕透 我下去會想不再來 這邊的住宿 停車補助的上限是150塊 然後最棒的媽媽就是說 她晚餐可以買回到這個 大廳裡面 真的 最佛心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吃完東西 飯店的人的時候 直接放桌上就好了 真的覺得 這間飯店真的太佛心了啦 以這個價位 誰會把他進到 這個ACOTA 2800多塊的這個價格 哇 真的是 簡直快升天的感覺 如果還想看我們 拍什麼樣類型的飯店 好不好 歡迎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 那我們 不一定會拍喔 那我們就 以下次見 掰掰 那麼咬 這些按鈕 我們現在也不錯 甚至 看這樣的